跟着家属一起走出大门外 藏仪人员推着死者遗体上车 要准备前往殡仪馆等待相宴 防疫人员紧接着到场拿出消毒器 把里里外外全都消毒一遍 原来这名死者正在居家检疫 竟然猝死在家里面 原来一早卫生局就联络不上他 甚至还通知警方到场了解 和家属一同进屋却传来噩耗 新北市这名64岁的周姓男子 在家进行居家检疫 10号中午 卫生局发现他手机关机 讯号异常联系不上他 才紧急通知家属斗场 没想到一进门 却发现他倒卧家中 没了神明迹象 这名死者其实并非确诊个案 他也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相关患者 只是因为曾汉确诊者在同间医院出现 才被匡列为居家检疫对象 从上个月27号开始到10号晚上12点解除 没想到却在最后一天 才被发现猝死家中 死者本身就有不少慢性病 长跑医院他并没有染疫记录 毕竟是在居家检疫中促事 还有在检方和法医相验 才能厘清真正死因 男子没有呼吸心跳 不管怎么呼喊 他都没反应 消防队CPR不间断 火速送医抢救 还是宣告不治 家医这一名59岁的男子是医事人员 被列为疫苗施打优先对象 6月4号接种AZ疫苗 10号中午身体不适 家人发现他时 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后无效 施打之后有出现咳嗽的症状 9月9号开始出现有恶心 呕吐还有想大便的症状 今天的早上就身体更不舒服 所以他就说他要回房去睡觉 施打疫苗后的第六天 男子有呕吐腹泻症状 10号上午觉得疲惫 就离觉不醒 59岁的岩系男子 他是一名药师 4号接种AZ疫苗 PCR阴性有中风洗肾等慢性病史 促使跟疫苗有无关联 要再确认 通报为这个疫苗的不良反应事件 然后由中央来判定 跟注射AZ疫苗有关的 还有基隆市 二分局的袁警排队施打 这名猜信尋佐突然晕针 胎软倒闭 不用了 不用了 三分钟后 袁警慢慢醒来 脸色苍白 被搀扶到椅子上休息 原来他从小就对打针油恐惧感 刚同仁是太紧张还是 太紧张 好像自己的问题 太紧张 没关系 容易晕针 加上这一回 施打的是新冠疫苗 袁警太紧张 呼吸急促而晕倒 让在场的玻璃市同仁 吓了一大跳 TVBS新闻 刘新葵 季健亨 嘉义基隆 综合报导 从这个发病日也好 或拆检日来看 整体它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向下的一个趋势 不过状态并不明显 话说的还是保守疫情 尚未趋缓 时候增加263例本土 新北医就最多有112例 其次台北58例 苗栗因为广筛增加了43例 而桃园基隆彰化 分别都是两位数增加 死亡又多了28人 其中有三人 没有慢性病 更有两例是死亡后 才发现确诊 为了找出社区潜藏的确诊者 指挥中心祭出四大策略 今天大家快摘一下 好像有两家厂商来提出相关申请 那我们会尽速的审查 引进审查要用最快速度 除了现在已有的社区筛检站 企业也能够快筛 以及个人未来也打算引进居家筛检 就连诊所也要投入 但陈时中坦言诊所实施有难度 诊所要来很多的点来做是有困难 因为诊所本身的一个环境 不管在通风采检 这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在 所以点不会太多 扩大对象筛检 想办法救出无症状或轻症者 当然打疫苗也是唯独疫情关键 但新增的境外移入个案中 一名四十多岁女性 四月九号和三十号 在美国接种两剂BNT疫苗 六月三号返台持有阴性报告 回台居家检疫期间 咳嗽流鼻水 九号同住家人发烧确诊 她进而也安排裁检 呈现养性 她接种后最主要对于重症跟死亡的保护效果 都会非常的好 大概都有九成甚至九成五九成九以上 但是对于这个感染或者是轻症来讲 会有一定的保护力 但并不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就算接种超过十四天 还是有可能遭到感染 但相对的病毒量较少 而且传播力也比较弱 提醒打了疫苗不是完全免疫 基本防护还是不能少 提起本新闻李延至九号轩SNG小组台北报道